Väx seasoned & 日本cęv StyGu 加dis watens 其實就台灣體制內的選舉來講 剛有提到是後選人 他們都在最多的選集當選之後 他可以主張說要指定憲法 要建立台灣共和國這樣一個主張 但是剛剛你也在於講 不是很高的說 其實現在很多政治人物 前幾都不談說台灣要努力建立 那我覺得是接著這個問題 比如說其實很多的 尤其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他們主張台灣已經努力了 然後根據憲法現在政治都發明過 但是他不曉得在聯合國憲法 第二三場方面就講得清楚了 現在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長城理事會 事實上還是多少民國在那個地方 這是由美軍代表 所以在這個現實面來講的話 我不曉得說你認為 民進黨現在這樣的一個主張 在體制鏈 或者說怎麼要獲得台灣人民 他覺得可以這樣一個可行嗎 謝謝 這個民進黨現在我覺得 在一些 就像謝唐僧這些政客的操作之下 有一個很大的誤區了 就是他們以為啊 要想重返執政 就必須呢 去說服中共 感動中共 而不是說服和感動台灣人民 這是一個基本的誤區 那麼2012年 我也觀察了 2012年民進黨為什麼敗選 這除了由於中共 利用它全部的國家能量收買的 是在世界範圍之內 收買政客和商人 形成了對台灣民主選舉的一種反制 比如說當時美國的政客包道德 台灣的商人王雪紅 都在最後的時刻呢 表現出了他們中共的影響 這是 失敗的一個客觀原因 那民進黨的競選 失敗的一個主觀原因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沒有能夠啊 真正全面的或者徹底的感動台灣人民 沒有感動台灣人民 你當然不可能勝選 事實上是台灣人民試圖感動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們三隻小豬的運動啊 想要感動你 感動台灣的這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希望他能夠啊 說出台灣人心底里的聲音來 可是很遺憾的就是我們看到 這個 在競選的過程中呢 民進黨又有一個誤區 說是要爭取中間選 事實上呢 民進黨要爭取的 或者說一個強有力的競選策略是什麼 一方面要對自己的陣營有強大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是什麼 對對方的陣營要有強大的瓦解力 只有這樣的一個競選的宣傳啊 他才是強有力的才有可能成功 那我們台灣的基本民眾 民進黨的基本民眾是不需要你凝聚的 他們自己就想要感動你自己就自動的凝聚在你的身邊 那三隻小豬運動是多麼的感人 關鍵是民進黨的政選團隊沒有想出一個策略和辦法 對藍營的民眾 對國民黨的陣營進行強有力的瓦解 沒有能力去感動藍營的普通民眾 怎麼去感動藍營的普通民眾 其實只要說明一個道理 就是說明台灣的國家理想主義和藍營的普通民眾的根本意義 是完全一致的 你說明這個你就感動了它 那麼這個東西是一個宣傳手段嗎 它不是它是一個現實的存在 對於絕大部分普通的藍營民眾而言 他們六十多年前來到台灣 或者是他們的二代 他們對自己 對自己過去的家園 對過去的祖國 有依戀之情 思想之念 這都是應該得到尊重的 都是自然的感情 但是呢 要無論如何 要告訴他們 一個基本的事實 可能有些冷酷的事實 那就是 無論你對過去的那個家園 有多少的依戀 對過去的故土 有多少的 還原之情 台灣這塊土地 是現在你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是你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祖國 是你唯一可以享受自由人的榮耀的地方 中國現在連中國人民都不是 中國人是沒有土地所有權的 只有使用權 土地是誰的 土地是國家的 國家是誰是共產黨的 連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政治奴隸 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儘管你是來贏的台灣人 你回到中國 能尋找到什麼 如果你一定要回去尋找的話 你也只能尋找到過去的悲哀和現在的 現實對你的冷漠 如果台灣的主權喪失了 不僅綠營民眾 包括藍營民眾 也將和所有台灣 生活在台灣的 2300萬人一起 由自由人變成共產黨的政治奴隸 所以為了一個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為了享受自由人的尊嚴和驕傲 藍營民眾只有一個選擇 那就是在中共強權的逼迫面前的 堅守台灣的國家理想主義 堅守台灣的國家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 這樣一個道理有那麼深奧嗎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事實 民進黨如果能通過他黨的全部的能量 把這樣一個觀念傳達到 藍營民眾心中心底里 你就會想 形成對國民黨權貴的強大的瓦解能力 你就會從超越藍綠的意義上 感動台灣人民 那才是啊 民進黨從光榮地從回執政的道路 如果民進黨的政客只是得到了 中共貪官污吏的祝福 而重新回到了執政的位置 那對於台灣人來說 也仍然是意味著一個新的災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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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